除了我之外,我原本和星爺 星爺現在不是朋友之外 還有沒有人是他朋友呢? 其實如果要找他不和的新聞 在網上可以找到一千一百二十萬條這麼多 哇,千幾萬 他似乎人緣好像一般 以下有個資料片段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Hi TV Search 周星馳在鏡頭面前是搞笑的能手 不過鏡頭面負面新聞非常多 數過他的人,十隻手指都不夠用 包括以下這麼多位 聖龍、林小明、向太、李力池、王一飛、萬達、田雞、肥仔聰 甚至是星女郎的張柏芝、王聖衣和張羽耳都有份 杜Sir、杜其鋒說他性格孤僻 王八明就爆他開格八百萬拍家又起事 97年拍續集的時候加到一千五百萬 簡直是獅子開大口 王聖還說找他拍戲 最終要貼剪提早叫他走 而嘉英哥就說他這麼有錢 食飯居然每次都沒有帶錢包 非常熟骨 文俊亦都加一腳話 有一本書叫做《窮得只剩下錢》 就最適合星爺看了 而最近他契女來了香港 不過身為契爺的周星馳 沒有好好招待徐嬌 也剛好做過他匪文女友的羅惠娟 朱印、鑑文慧等等 都對於這位匪文男友不欲多提 不欲多提 有些星爺不和的新聞 你聽到最震撼的是什麼新聞 我想是他和向太翻架的問題 曾經有一段時間 周星馳也拍了很多向太那邊的戲 但最後他們是很不歡而散 還有最後是玩到怎樣 我記得當時是大約是2000年的時候 周星馳應該在拍《喜劇之王》 原來之前他和向太交惡 就是為了一些片酬問題 然後他玩到怎樣 就是要拍完那部戲之後 就拍向太那部戲 他就玩了 直接玩拍子 要他看光頭拍 看光頭拍那部戲 那他怎麼接下一組 沒錯 向太就是玩東西 就是說他正一什麼什麼 嗯 就是搞得很大 我也聽過禎哥 某程度禎哥都 星爺早期很多戲都是 都是禎哥和他合作 之後就找星爺客串 搞得禎哥很不開心 最後手拍 星爺玩東西到 你叫貴片 你叫制片過來貴我 我才肯來做一些宣傳 他不叫禎哥貴 他不叫禎哥貴 他還沒去到這樣的 如果可以 我想他會 叫制片櫃在地上 要求他 是玩人 叫制片櫃他 他才肯出現幾分鐘 就是資料顯示 嗯 所以向太又加了一些 我們不出去的說話 去形容這件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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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